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民国人物是竹可真 说起民国人物 大多是经历坎坷 力挽狂澜的一些风头人 其实呢 还有一部分人 他们显得很平凡 他们往往被低估 觉得那种人生不怎么好玩 但是很多年过去后 人们才发现 有些历史还真是这种人来缔造的 比如说今天的这位竹可真 出生于小康之家 一生也没多少可歌可泣的四季 但是呢 就是聪明 在小镇考第一 在上海考第一 到了哈佛 还考第一 这和我盖主老家的一位人物 很有点儿相似 他在我们高中第一 清华第一 英国第一 后来又做了清华校长 北京市长 颇有些相似 还是说这位竹可真 在三四年代 蒋介石把烂摊子浙江大学交给他 结果呢 办成了东方剑桥 在文革中 那么多人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救他没事 为什么 最高领袖保他呀 总科院还靠他支撑 所以啊 科学家靠的是真本事 不像他的那位达档郭院长 那马屁派的 一直派到了宇宙之中 1964年 朱可真发表 论我国气候的特点 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一文 对农业提出了很多建议 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 专门把他请到中南海 来座谈 说呀 农业的八字宪法 只管得了地 管不了天 当时我们那时候 经常考这个农把法 叫土肥水肿 秘宝管工 那个朱可真也笑了 说 哎呀 天有不测风云 不大好管呢 毛泽东就拿着 夹着香烟的手指着他说 那我们两个人 可要合作分工咯 把天地都管起来 临别时 毛泽 对朱可真说 还有什么著作 送给我看看 第二天呢 朱可真写了封信 把那个历史时代 世界气候的波动 和物后学 两本书都送到了中南海 解放后的语文课本里 记载了很多 朱可真立志读书的故事 其实这里边是很有道理 中国的家长呢 都望子成龙 可是成什么样的龙呢 有人喜欢影星 是啊 人家成龙大哥 那多有女人缘呀 但是更多的家长呢 还是喜欢科学家 因为社会上 是非太多了 企业家呀 官员呢 周围的这个 利益交换味道太重了 所以孩子 躲在象牙塔里好 搞搞学问 又不差钱 还挺受人尊重 都是这种心理 记得国手 徐荣心说过 只要是正常人 完成正常的训练 都可以成为 围棋八段选手 而九段 则可遇 而不可求 同样的话呢 朱可真先生也说过 思想和肌肉 多余训练 并能发达 就是说 你成为科学家 也并非南炉上青天 只是多多地 正确训练而已 我呢 是这样认为 成为什么 都不难 难的是思想 就是说 一个人的心胸 眼界 境界 才是关键 比如 朱先生说 现在的世界 是竞争的世界 如果一个民主 还是一味地 以享受为目的 不肯以服务为目的 必归失败 这话说的 多有预见性 老先生 还告诫 他的学生 要做将来的领袖 不仅求得 一点专门的知识 就足够 必须具有清醒 而富有理智的头脑 明辨是非 而不寻厉害的气概 沉思远虑 不肯盲从的习惯 而同时 还要有健全的体格 肯持苦耐劳 牺牲自己 努力为功的精神 这几点 是做领袖 所不可缺乏的条件 1890年3月7日 竹可珍出生于浙江绍兴 丧于东关镇的一个小丧人家庭 本名叫竹兆雄 父亲 竹家祥 是镇上有名的老式人 开了两间 无面的米航 率是小康之家 母亲顾金娘 虽不思自 却也开明贤惠 他小时候 身体瘦小 到了四岁时 还不会走路 全靠母亲 和姐姐们轮流 背着他抱着他 到河边 闭头 街上去走 可是这孩子呢 天生问题多 一会儿问这是啥 一会儿问那是什么 河上怎么有那么高的死桥啊 后来呢 父亲教他读 唐词一百首 到了五岁 他已经能认一千多字 竹可珍喜欢学习 还善于动脑筋 他们江南呢 经常下雨 有时候一下好几天 有一天他在那数 一二三十 突然发现 每一个雨滴的落地处 死板上都有一个个小坑坑 就去问妈妈 妈妈说 你问的好 这就叫水滴石川 一滴水没什么厉害 但是日久天长 就能把死板滴透 孩子 读书 办事情 都是这个道理 一定要持之以恒 这样才能成功 后来呢 这个水滴石川 就成了竹可珍一生的座右鸣 也被写到课本里 九岁的时候 竹可珍考上了 镇里刚办的那个 玉清学堂 一读就是六年 有一次呢 他读到白居易的 古原草送别 就对他的同学说 你看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你说这二十个字 不正是讲植物 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吗 他讲到的 不正是 融枯循环的道理吗 他白白活活的 一看 这个小孩啊 与于这个气候学 天生有缘 小学毕业那一年呢 父亲的米航 关板了 家庭情况 很糟糕 老师呢 叫张景臣 非常欣赏他 也是他的干爹 就说这样的孩子 不读书太可惜了 然后他除钱支柱 说你继续读吧 还把他的名字给改了 造型改成了可真 1905年 朱可真 以各门 功课全优的成绩 小学毕业 秋天呢 上了上海的 层中学校 由于他长得瘦小枯干 同学呢 叫胡红兴 预言他 活不过二十岁 这朱可真一听 心头安静 却不露声色 默默地练体操 学游泳 打网球 还热情向上 还做了班长 到了1908年春天呢 学生们要求撤换 不称职的教师 举行罢课 学校就停办了 后来闹学潮呢 朱可真和一帮同学 就转到了福旦工学 后来呢 他又考上了 唐三的路况学堂 也就是现在的西南交大 他学这个图木工程 成绩呢 还是稳居全班第一 1908年的时候 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 退还部分更值赔款 大量的引路中国的留学生 所以在1910年 400多人报考第二批 更款留学官配生 一共录取了多少呢 70个 朱可真名列第28名 那位胡同学 是55名 这个轮船时间也长 胡同学又来劲了 大肚 说你呀 肯定活不过60岁 我要是输了 就在寿宴上 刻伤个响头 如果你活过这岁数 我死了 你可以对着我的尸体 踢两脚 嘿 你看这人挺逗 结果呢 朱可真活了84岁 这位胡同学呢 在他12年前就去世了 但是呢 屁股还是提不了 因为大陆的中科院院长 到不了台湾 更没法对人家中央研究院院长 无礼 因为那位胡同学 正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他们那批留学生呢 在美国有三个人 选的是农学 可惜最后都转行了 有两个学了机械 胡适呢 就搞了哲学 倒是朱可真 学的是气象学 算是跟农业有一点关联 最后呢 他在哈佛大学 拿到博士学位 论文题目叫 远东台风的新分类 留学八年之后 朱可真急切地回到了祖国 先后任武汉高师 南京东南大学 天津南开大学 地理气象学的教授 后来呢 在中央研究院 负责气象研究所 为中国人呢 填补了一项项的空白 包括第一座 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 1936年初 在陈布雷的历见之下 蒋介石约见朱可真 请他出任 浙江大学校长 浙大呢 历来是 蒋公的后花园 历任校长 程天放 郭任远 都有很深的党部背景 由于学潮迭起 才请出了这位老乡 大科学家 可是呢 朱可真始终不同意 一方面 他不耐烦行政工作 另一方面 舍不得喜爱的气象学研究 后来呢 好多人劝 朱可真就跟蒋介石提了三个条件 一 在财政上的保证支持 二 校长有权权 不受党政事务的干涉 三 时间以半年为限 老蒋也很痛快 就答应了他 于是 朱可真 在四月七日正式就任浙江大学校长 在当天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沉 雷雨 上吾有雾 吾有雷 下午四点见阳光 晚又雨 玉蓝盛开 杏花落 狱中白樱花开 变幻物长的天气 好像也在狱似 朱校长今后的人生之路 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